我认为这个情报合作之中 都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但是问题是你也有颠颠的精良 请问一下纽西兰 它这个就是对于中国大陆 它的勤收究竟能够 有什么东西是日本做不到的 我们仔细去想想看嘛 对不对 今天假如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掌握 到底是纽西兰是获利一方 还是日本是获利一方 而且纽西兰去该案坦说 我们两起来共享情报 来对抗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那请问一下 纽西兰它所含情报作业所呢 涵盖的地域是南太平洋 那日本对于这个南太平洋 这个到底的利益的高低是如何 我认为这是大家就可以去思索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现在什么人都可以自民为中国专家 现在美国有个中国专家讲说 这个所罗门群陶啊 中国大陆去侵略 这个将来就会从这边啊 去啊这个威胁到台湾 我的天啊 他今天要这个打台湾 还要先把人拉到所罗门 然后再回头再来打台湾 也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 连所罗门群岛在哪都搞不清楚 现在有很多穿着附会的那个假发 简直是啊 就是说让人呢 觉得这个华天下之打击啊 这个有很多真是荒诞的不得了 所以到底是就是说 这个东西共享情报协议 真正实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要颠颠双方的精良 知道谁可以做什么 以纽西兰而言 它有什么特殊这个情报的能力 而东京必须有求于它 而日本又有什么样的资讯 而纽西兰必须有求于它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纽西兰跟啊 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 我们也知道 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贸易依存的关系 那今天要做到这样子 然后合起来一起 这个说是好像去塑造一个 大家都要一起聚起来对付北京 到底是媒体的一厢情愿 还是说这些东西完全是跟这个是无关 我认为这是大家应该可以去到思索的问题 不过大家看这件事情啊 这是表面上面的现象 但是大家看到都是美国在幕后的布局 以及这支黑手的安排 不管是看所罗门议题啊 就是说中国侵略索罗门这件事情 可能会对不管叫做对台湾 或是对亚洲的影响 那主要都是从美国的眼光 美国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那所谓的日本跟纽西兰共享情报协议 这件事情 恐怕也是从美国的角度 他在印太 他所部署的这个情报网络当中 想把日本拉进来的这样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会对中国发生围堵 或是相关的这个影响 那这件事情从美国的角度看的话 那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 该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理解 我认为假如说认定美国啊 是一切这些事情的勾连之中啊 去布局者 我可能觉得美国可能也有点高估 我们今天仔细想想看 纽约时报当初掀出来 是根据啊 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群岛跟中国大陆 签了一个安全协议 而这个安全协议呢 是所罗门内部的就是说这个反对 或者人士啊 把他在网路上爆料 然后纽约时报根据网路的爆料 然后报道了其中相关的内容 假如我没记住 那个是3月25号还是3月29号 是3月底 美国派出来因应 然后去拜访就是说所罗门群岛 说你不要签这个安全协议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特使团呢 是这个叫做美国东亚驻金康达跟这个就是国安会啊 东亚事务的协调官 Kirk Campbell啊 两个人带队的去 那个人到的时间是4月23号 也就是搞了一个月时间才去 美国对于这些事情的反应啊 是如此的步调 那天是礼拜五 但是那个礼拜三 你知道这个 所罗门的总理就在他们的国会直接讲 我们已经签了那个协议 你来不及了 两天之后你来 你也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去思索这些 所有之间的这些行为 美国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 还居然是这么慢 而且呢 他这次的出发还要经过夏威夷啊 这两个人带队还经过夏威夷 还要绕道到新几内亚 还要去斐计所罗门只其中一战 然后对话完了之后 那所有东西最后的升级就是 你不可以准让他 中国大陆在这边设军事基地 然后那个所罗门总统的总理啊 就非常错 说里头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故事啊 都是西方媒体啊 去根据某些捕风作语 会声会议去描绘的一张东西 然后事实上 真正的事情发展 跟那个完全是不一致的 这个多年以来啊 西方媒体不断的强调 中国大陆啊 去投资 协助巴基斯坦去建设 瓜达尔港 未来竟然就来那边驻军 就中国大陆最后在吉布地 那个地方啊 做了一个补给基地 瓜达尔就从来没有在那边驻军 为什么呢 因为瓜达尔是巴基斯坦 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 就那么好 所以想当然而会在巴基斯坦里面啊 在瓜达尔驻军 对不对 所有这些想当然而都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说 甚至还创造一个所谓珍珠链战略 那些那个军港啊 有好几个港口啊 又是汉莱巴托 又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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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军港 然后形成了所谓珍珠链项链 这个珍珠链项链呢 珍珠链这个战略呢 就好像当年那个俄罗斯的这个 就波罗的海舰队 然后在这个对马海峡之战 然后经过了沿路加煤加水 然后到了那边 然后对马海峡 就是决战 对不对 这个日俄战争 然后单时战败 就好像是那个沿路的加油 这个加煤一样 但是问题是 那里头所点到的港口 解放军呢 海军 现在啊 去啊 这个就是这个 印度洋打海盗 去了几十个编队 没有一艘军舰 去访问过这其中任何一个航口 结果这时候 美国有情报专家讲 为了使机密 不要外泄 让别人看住记住 他们刻意去避免 去访问这个港口 你看编故事 讲说会设基地的是你 不去呢 没有去访问呢 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说他们刻意去避免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对面讲 说确实美国有很多东西放话 因为美国让人家看起来 鬼鬼祟祟的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在后面啊 就要布局做什么阴谋 但是呢 我们今天就是 现在面对这些问题 整个国际社会啊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 这个叫做列子上啊 古籍那个列子上 有一个叫遗灵窃钩 就我们怀疑我的邻居啊 窃了 偷窃了我的一个钩 一个东西 我就看他 这样也像贼 那样也像贼 讲话也像贼 那我们今天看美国 或者看北京 是不是也是犯了这个毛病 遗灵窃钩 我们就看他 就认定他是个贼 认定他在搞阴谋 但事实上很可能完全不是啊